小寶寶該睡了 卻還撐著一雙大眼 瞧得爸媽心裡發寒 瑟瑟發抖 該怎麼辦 給他讀書 給他聽音樂 可能就是拍他吧 網友均是傳授 十秒神級哄睡法 輕搓嬰兒頭部 洗髮絲髮 能讓寶寶無比放鬆 直接夢周弓 而如果聽到這個聲音 也別怕 代表已經成功一半 小寶寶哭 就是一種睡眠訊號 只要一隻手夾住寶寶大腿 並握住他的手 再輕拍臀部 同時蘿蔔蹲 外加發出噓噓聲 還真管用 蘿蔔蹲加噓噓聲不講 又或是美妝蛋 拿起來小臉滾一圈 要不就是波浪鼓 搖個兩下也有效 嬰兒是護理師 示範哄睡撇步 除了打節拍般 輕拍嬰兒背汗屁股 還能 開啟白噪音 營造出抱抱 還在子宮裡的假象 水深的部分 會比較像在子宮內 很像是血液流動的聲音 降低環境中的這些雜訊 舉凡洗澡水聲 電風扇 吹風機 都是常見白噪音 新手爸媽 阿公阿嬤 面對初來扎到的小寶貝 不必慌亂 哄睡把握姿勢和聲音 兩大方向 再難搞的嬰兒 也能快快入睡 一覺好眠 記者王俊傑 王上安 台中 採訪報導